各位,今集維勞時政節目 我們請來大灣區國際信息科技協會會長楊德斌 跟我們維勞談談 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維勞時政節目 我是今集的節目主持人林志欣,K 今天的升級嘉賓就是大灣區國際信息科技協會會長楊德斌先生,Ellen Ellen你好 K 你好 我記得2017年,你在政府做資訊科技總監 當時推出了一個智慧城市藍圖 可能很多朋友日常生活中都會聽過 第一就是智慧登署 另一個就是最近談論易通行 但我知道政府部門要推出這些政策時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例如易通行有些駕車朋友分不出 究竟他跟原本的Auto Toad有甚麼分別 推廣上又可以再加強一點 你自己在政府一段時間 你覺得政府要推出這些科技政策時 最困難的地方是哪裏 當時我們設計這個智慧城市藍圖 希望可以用到科技帶給市民一些安全、舒適、方便、甚至幸福感 其實每一個場景都有它自己的一個複雜性 就不是說你就想推某一件事是有科技成不成熟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市民的一個接受程度 容不容易讓它使用到 這是第二個差別 第三你做一些新的事一定是要去舊的事 就是新和舊之間是否有些要平衡現有的 我們叫Stakeholder 和新的Stakeholder之間的利益關係 所以有很多方面是需要考慮的 你說到普通市民對科技的接受程度 我想其中一樣就是便利性 就是究竟多容易用 在這方面有甚麼建議可以給現屆政府參考一下 其實最終極我們希望便利是 你用了都不知道你是後面的所謂科技是甚麼 其實是用了在模擬之間做到一件事 這樣便最好 如果不是你透過一個APP 你要按一千下才能做到一件事 這個我們說UX設計就做得非常差 香港發展智慧城市由17年 你有一個難度開始到現在其實6年的時間 你自己覺得香港是不是已經是一個智慧城市 即我們整個城市運作夠不夠智慧呢 其實就沒有一個終極 叫做這樣就叫做好智慧了 其實是一個我們要一個Journey 一個旅程一個歷程 每一個階段你都是一直在進步著的 所以我當時定立這個智慧城之藍圖的時候 我特別叫它做1.0 即是說每加一段時間 就會升級或者增加一些新的元素 令它做2.0、3.0不斷地去增加 其實市民對於政府做的我們叫做便利 那個期望是不斷地提升的 所以亦都不能說因為你做了那件事之後 就在那裏就滿足了 就停滯不遲 其實是一直都要繼續升級的 你提到其實可以有不同的階段 譬如智慧城市的1.0、2.0等等 其實不同的階段最主要的分別是怎樣 其實就沒有一個特定的定義或者分界線 其實是說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要將那些好應該要做的 你做了它 未來的東西可能是要有些鋪電的東西 都要預先做定 就不要等到那件事來到了 你說要做 要翻轉後重新再做過 譬如你一棟樓這樣 你說我現在要加Wi-Fi 原來要拉條線才可以加到Wi-Fi 那條線鑿的那一面牆更貴 所以其實對於大家對於整個資訊科技的接受程度 我想起其中一個可能市民都會關心問題 就是私隱問題 那麼在這一方面又可以怎樣去釋除到市民而來呢 其實這件事是需要有一個叫平衡的 首先就要令到大家知道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涉及私隱 因為譬如我們收集天氣、交通 很多這樣的訊息 其實跟個人訊息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有很多時候政府所收集的東西 是要知道那個趨勢 或者是我們要叫做在這一區 大概有多少人 其實我不需要知道是誰 所以在收集的過程中 大家會有疑慮 就是會不會收集到我個人資料 其實在這方面 一定要很清晰、很透明 讓所有的市民知道 我是在收集什麼 去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我收集一個蘭桂坊的熱力圖 我的目標就是希望沒有人砌人 在一個很慶節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原來超過某一個能力 那些人就要開始疏導一下 所以我是不需要知道某一個人 A軍是誰 但是我總共來了超過一萬人 這個地方一定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我想是那個透明度的問題 知道Alan 其實你有做很多大灣區的交流工作 我想問一下 其實香港發展智慧城市的經驗 又有沒有可以讓內地去參考一下地方 因為我知道內地發展得很快 比我們很多 那麼我們的案例有沒有作用 其實我也有參與國內的某些智慧城市項目 兩邊的那個最大的差異就是 在決定的那個週期 國內是做得很快 而且那個決定和那個執行 是做得相當之快 而香港這邊 在那個決定的那個週期 是相當之長 在香港長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會評估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情況 然後再去做一個很詳細的招標 然後去實施 那個週期是拉得很長 譬如說我們要做十件事 國內可能已經用一年最多兩年做完了 香港可能要五年都未必做完十件事 可能就做三件事 但是香港那個整體性 以及那個全面去想過心思熟慮去做 其實都不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覺得兩者如果是可以合併 做一個混合式的 是相當之好的 我舉過一個比較容易一些去 就是大家去理解 譬如香港的樓 你見完之後 繼續用 你用十年二十年三成都覺得很新的 但是國內它做完很多東西 它很快 那件事就會發生得很快 但是立竿電影 效果相當之快 看見到 但是它後續的維持 維持收 那些一直在維持 的話就不是做得那麼好